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真的很喜欢水艳 可是 可是我又不能娶她 你喜欢她又不想娶她 那你 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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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能娶她 我不敢 深深我害怕 你怕 你怕谁 我怕 我怕 你怕被克斯蒂了 你怕被克斯 对不对 深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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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手把你带她 疼你爱 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 你来这家后 没人拿你当外人 所有的下人 都把你当成 少爷一般辞 水泥 水泥 把你当成金鸽 可是 你居然知己的这个 我白疼你了 沈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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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来 你就像我亲娘一样 我爱你 在这个世界上 我就爱你和水艳两个人 沈沈 我的断肠女 要是犯观音了 孙天 我告诉你 你别白费力气了 每一丝头发 都是我最真诚的心 我只要求有一个公平的机会 让大家知道 陈家的女儿 也有资格选犯观音 轩音啊 你这是要去办观音 我听七舅公说 办观音的人 只要在每年的中元节前 把绣好的观音法像手帕 绣上自己的名字 然后放到庙里的神龛上 轩音啊 这样不妥吧 余慧啊 你看这观音法像绣得多好啊 有谁的手帕能比得上 你怎么能说不妥呢 只怕那个妙筑金山伯 看的不是手工 而是手文 是啊 只怕他们一看到你的名字 就会把手帕给退回来 这没道理 这不公平 不公平又怎么样啊 我们陈家的女子 被禁止选观音 已经很多年了 紫月 人在屋檐下 他不能不低头 这是镇上的规矩 七九公 这话好像不是孔子说的 不是孔子说的 不管是谁说的 这件事情 他使不得 七九公 七九公 这条手帕 还得拜托您拿到庙里去 您是庙里的委员 他们会看在您的面子上 多加考虑的 水嵘� 你还不懂吗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没被选上 那人们的嘴比刀子还厉害 你受得了吗 只怕到那个时候 我们陈家的人连出这个大门 都要被人指指点点 是啊 上次你被退婚 那些三公六婆的口水 把大门都给淹了 如果你在炮头露面 去办观音 那不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话题 来搅石根吗 何苦呢 七九公 我相信 观世音菩萨 是会平等看待世人的 我也要证明 我跟其他人是一样的 我一定要摆脱段长的诅咒 七九公 您就帮帮我的忙吧 只要顺音能够选上 自然就堵住那些 非短流长了 宇慧 七九公 既然这孩子 有勇气面对这一切 我们做长辈的 应该鼓励他 做他的后盾才是啊 七九公 七九公 好好好 世音啊 我聘上这张老脸 再帮你一次 紫月 您就别紫月 紫月的了 能帮上忙 就已经很好了 好 七九公 那就谢谢您了 你先别信我 我能不能帮上这个忙 能不能行 还不一定 警察 金山伯 你耍刀 耍得不错 嘛 哎 七九公 你这是干什么呀 啊 这刀剑无眼 你不怕伤着我 有话你就直说嘛 干嘛这吓我呀 那好 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这件事情我就拜托您了 七九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几十年了 陈家和选观音无缘了 那是过去 现在不同了 现在好歹我在这个地方 还是有点分量的 对不对 再说我们陈家对这个庙 还是有贡献的 好 不过这件事 可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 我尽量去试试看 我知道 你是有办法的 金山伯怎么说的 他没多说什么 只是让我把这个还给你 这算哪门子吗 简直太欺负人了 薰衣 别难过 这是命 要怪 只能怪我们命苦 算了 孙女 只要你努力过 罢不办观音 我们都照样过日子 这不公平 难道陈家的女人 世世代代 都要在这种可恶的 迷信下生活吗 你的好 你的好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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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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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碑都不符合伴菩萨的条件 只有一个正面一个反面 这才是圣碑 并且要连续三次至得圣碑 这表示菩萨允许 这个至圣碑的女孩来伴观音 菩萨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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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圣碑可以本观音了 是关心菩萨自己选的 他选了圣碑 是 娘 夏丛 你慢点 你慢点 夏丛 儿子 儿子 你终于醒了 娘 你是不是把陈家的婚事给退了 是不是 是你告诉儿子的 你就不等他病好了再说吗 你醒来就问迎亲的事 我能不说吗 娘 为什么要退婚 为什么 儿子 娘不退婚啊 你早就没命了 你娘说陈家女儿是段长 他会把你客死的 这可不是我说的 事实就是这样的 儿子 你定亲啊 就病倒了 要不是娘坚持退婚 你早就没 呸呸呸呸 不能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娘 结婚是我的事情 你们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就急着退婚呢 儿子 你都病得不省人事了 我怎么跟你商量啊 那你也不要这么着急啊 儿子 这婚都已经退了 你就别再想这事了 好不好啊 不 我不 你什么意思 你要干什么 我要去陈家 我要重新向水云当面求婚 佳从 佳从 你让我去呀 算了 算了 就让他去吧 小六 你小心一点 放心吧 小凤啊 都准备头当了吗 准备头当了 马总乱 放心吧 马总乱 好 你好 娘 陈家段掌你也可以办观世音菩萨 今天 是陈家扬眉吐气的日子 女儿将用最真诚的心 办好观世音菩萨 会议 你不要难过了 今天是我们陈家扬眉吐气的日子 想不到 真想不到 我们陈家的女儿 也有办观世音菩萨这一天 要是你娘能看她就好了 慧宜 我娘会看到的 我们陈家 是带别命令捉弄的女人 都会看到的 吴秋 来 庆程 来 丽红 吴秋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 我们小姐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 对了 吴秋 你身体都好了吗 我没事了 真的很谢谢你 在我身边的时候照顾我 我一直都没有机会跟你当面道谢 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你知道就好 我们小姐为了你 可没少受罪 光是在姨娘那边 庆程 我知道 丽红 其实姨娘也是一番好意 你就别怪她了 她只是 她只是怕到手的银子飞了 秦成 不管怎么样 丽红 真的是很谢谢你 吴秋 其实你不用谢我的 要谢 就谢神明庇佑你吧 是啊 我们家小姐还特地 为你挂白灯笼祈福 我看真的还挺灵验的 对了 吴秋 今天是七月十五大拜拜 要不你陪我去庙里 一起去敬香还愿好不好 好啊 走 可惜 真是可惜啊 可惜什么呀 这里到处人来人往的 这是做生意的好机会啊 可惜我没有把我的扁的兄弟带出来 哎呀 你才刚好嘛 等你完全康复了 再挑蛋出来 不就会赚得更多了 再说了 你现在这个样子 挑得动吗 我看呀 你还是再好好休养几天吧 丽红啊 我的命呢 是你救回来的 所以我今天呢 都听你的 小时候 要不是你带我逃难 我怎么能活到今天呢 我为你挂白灯笼祈福 是观世音菩萨把你的命救回来的 是观世音菩萨救了你啊 观世音菩萨 是观世音菩萨救了我 我们赶紧去跟观世音菩萨道谢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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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没事吧 我没事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嗯 快起来 你没事吧 啊 啊 有没有摔伤啊 啊 谢谢你啊 我没事 没事 小心一点啊 哎 哎 描绘大点开始 啊 观世音菩萨出群了 哦 观世音菩萨出群了 快走 快去看看 红世音菩萨出群了 快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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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重新提起 重新下聘 顺英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要用最隆重的仪式 迎娶你进门 顺英 请你答应我 顺英 我说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啊 顺英是你叫的吗 他现在是观世音菩萨 福财 没你的事啊 赖家丛 现在可是观世音菩萨出巡 知道吗 你这样阻拦出巡 这不但是看不起大家 而且还冒犯了神明 大家说对不对啊 冒犯神明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前面的队友都走了一大劫了 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啊 哎呀 金山伯就是他 就是这个赖家丛 阻挡观世音菩萨出巡 蓝少爷 阻挡观世音菩萨出巡 这可是冒犯神明的事啊 你可不能站在这啊 请到旁边去 金山伯 请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要向顺英当面解释清楚 我 什么我啊你的 大家从啊 你可要搞清楚 这可是全镇上一年一度的祈福大典 你这么一脚放 啊 这要是神明怪罪下来 这还不连累了父老乡亲呢 金山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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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这种所作所为 我觉得一定要惩罚他 要不然如何对得起我们父老乡亲呢 没错 没错 来人 把他带到庙里去 是 金山伯 快走 快走 带走 快走 带走啊 放开我 快走 水英 走 水英 你听我说 走 我要重新下屁 好了好了 你一定要答应我啊 继续出血 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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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英你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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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放开我 水英 放开我 放开我 水英 下去 金山伯 他这是冒犯神明啊 啊 应该给神明磕头赔罪 而且还得用力磕头 各位乡亲 是不是应该让他跪下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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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少爷 该怎么做 你自己说 别让乡亲们以为我这个做长辈的 欺负你这后生晚辈啊 如果我向他请罪 水英就能原谅我吗 如果我向他请罪 水英跟我的婚事就能顺利吗 金山伯啊 你看看他 啊 那是对神明的大不敬啊 哼 这还得了啊 他简直就是目中无人 賴少爷 你是读书人 知书达理嘛 你赖家平时 对村民们也挺友善 所以 我不愿意跟你计较什么 可是你对神明不敬 那 可就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对 法治磕头赔罪 用力磕头 好 我磕头 我赔罪 我向观世音菩萨请罪 我行为莽撞 理应受罚 我们赖家 带给水英这么大的伤害 我更应该受罚 爹 金山呢 我看罚他三贵九寇也就算了 那怎么行 至少也得一百个 一百个 他怎么受得了啊 他的病才刚好 不要为难他了 陈山 我可没有为难他 是他纠缠顺赢不放 福财啊 你这不是假公济私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马叔啊 你拿的可是陈家的钱 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 我这是帮女不帮亲 你什么意思啊 别再说了 哎呀 金山谷 你看他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就算了吧 我又没逼他做什么 是他自己要怎么做的 蓝小丛 你别磕了 大家都知道你的诚意了 你别再磕了 来少爷 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 是啊 来少爷 起来吧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好 一百 蓝小丛 蓝小丛 这怎么了这事啊 他身子不是怎么这么大 蓝小丛 蓝小丛 跟我相见 赶紧给他 去给他找一个医生来 不不不 不用了 我忘了 他自己不就是医生了 蓝小丛 你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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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诚心诚意的 向你请罪 我求求你 给我一次补偿 蓝小姐的机会 我求求你 赐给我力量 让我重新挽回这一切 管世音菩萨 求求你 求求你帮帮我吧 求求你了 管世音菩萨 我求求你 我真的是服了他了 明明才大病出狱 却拼了命的在那里磕头 一磕就是一百个想头 金山伯他们也真是的 干嘛要这么罚他呢 事情有这么严重吗 他才不是因为金山伯罚他 他才跪的 他是自愿的向菩萨请罪 诚心诚意的向菩萨请愿 他知道赖家退婚 给你带来很大的侮辱 他真的是想补偿你的 那他怎么样了 他呀 累得贵都贵不稳 嘴里还一直求菩萨保佑 保佑能挽回你 挽回这一切 没想到 赖家丛是一个这么有情 有意的男人 对了 水音啊 你会答应他吗 你说呢 我 我只是随便问问 你们的事情 我怎么知道 赵藤 师兄回来了 金军 师兄回来了 准备吃饭啊 赵藤 赵藤 怎么了 平常笑笑小猴一样 今天怎么这么乖啊 怎么了 他要是天天这么乖啊 我就省心了 走了 吃饭了 好了 吃饭了 金芝 开饭吧 好 吃饭了 来 吃饭了师兄 辛苦辛苦 我不想吃 他也搭哪边出来了 平家说吃饭比谁跑得多快 今天怎么了儿子 别管他 他一会儿饿了 看他吃不吃 师兄啊 来吃块肉 谢谢 谢谢啊 谢谢什么 不是跟你说过了 以后就把这儿当自己家 不行不行不行 师兄怎么能把我们家当他的家呢 你们俩是师兄弟 还分什么你家我家的真实 我的傻女人 你是没听懂我说的话 这师兄啊 以后要娶妻生子 他也有自己的家 是啊 师兄 你真该娶妻生子了 有没有看上哪家的姑娘 我就帮你说梅去 我说过了 我做生意到处漂泊的 有哪个女人肯嫁我啊 师兄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现在娶个媳妇还不容易吗 这满大街的女人 哎 怎么了 怎么了 接上了 没事吧 怎么了 你们看 哎 丽红 乌青 你怎么来了 正吃饭呢 这位是 大山哥 对 大山 金枝 她媳妇 对了 大山哥 这个是我给孩子买的一盒糕点 很好吃的 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我喜欢这个 超 谢谢啊 哎 师兄啊 这位小姐是 哦 对了 这位小姐是我的好朋友 丽红 哦 哦 你就是怡春院的红牌花魁 丽红小姐啊 哎呦 真是文明不如见面呢 你 拿过来 家里饭的还不够你吃啊 这东西不干净 去吃饭去 金枝 师兄 这种女人是狐狸精转世 你可千万别犯糊涂啊 金枝 哎呀 金枝你胡说什么呀 我胡说什么了 你看他 一进门 把你迷在社会电脑的样子 你要是再吃了他的糕饼 我看你连自己心什么都不知道了 金枝 李红她不是那种女人 她不是 那她是什么 难道是贞杰烈女啊 金枝 走啊走啊 金枝 金枝 李红 李红 你不要胡说八道 师兄 你别听她的 赶紧请李红姑娘进来坐吧 你 大山哥 大山哥不用了 武秋 这是给你的人生 你记得吃 我走了 李红 李红 你回来啊 小姐 你怎么了 小姐 师兄 金枝 我知道你关心我 可是李红 不是一般妓院的女人 师兄 漂亮的女人满街都是 你千万别犯糊涂啊 这 哎呀 哎 师兄 师兄 站住 你说 你跟那个女人什么关系啊 没关系 你不说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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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你站住 你别跑啊 小姐 小姐 刚才到底出什么事了 小姐 你别这样 你不说我也知道 你肯定受委屈了 如果心里难受 就哭出来吧 没事 反正这里也没别人 没错 我是季院里的女人 大七岁起 我就进了怡春院 我的眼泪 早就哭干了 他们到底为什么给你起手 早知道惹得你这么伤心 打死我也不会带你去见武秋 不行 我得去找他 哎 倾城 乌秋没有欺负我 他绝对不会给我弃手 他不会让我难堪的 那到底出什么事了 小姐 难道在你眼里 除了乌秋 就再也容不下别的男人了吧 我是说 其实我也是个不错的男人 清城 我知道你对我好 可是你不是乌秋 令红 令红 乌秋 对不起 刚才禁止她 禁止她怎么了 她为什么欺负我们小姐 清城 没你的事 令红 对不起 真的很对不起 武秋 你别放在心上 大山嫂没有错 我确实是妓院里的姑娘 妓院的姑娘 你也是人啊 令红 你别在意坚持说的话 武秋 只要你把我当成好人 令红 你确实是个好女人啊 武秋 谢谢你 令红 前阵子 我不舒服的时候 谢谢你照顾我 我也不知道 怎么要报答你 这个送给你 好 武秋 好漂亮 你真有心 你喜欢就好了 天色不早了 你回去吧 我也该回去了 再见 武秋 你都保重身体 我知道 谢谢啊 清城 你看 这是武秋送给我的 好不好看 你让我说实话吗 嗯 你还是个姑娘家 看起来像大山嫂一样 哪儿还像怡春月的花魁啊 我现在啊 不想当什么花魁 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嫁给一个普通的男人 像大山嫂那样 做个平平凡凡的妻子 嗯 我疼疼疼疼疼itter 我说八魁幸福 但是躺去 你不和你lection 波液 本来就是更赚吧 不可能 这个花魁 可依 delle che Bank 你胖化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躲啊 你把我眼睛挖了吧 你怎么回事 整天看你这张臭脸 我还不如眼瞎了呢 拜托拜托 赶紧把它挖了吧 来来来 哎呀 讨厌 你傻瓜 哎 哎 丑头 丑头 丑头你怎么了 怎么了 哎 丑头怎么办呀 怎么回事啊 他发烧了 哎 发烧了 大家怎么办呀 哎 丑头啊 快快快 医生 医生 啊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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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救我 先帮我躺下 来 谢谢 谢谢 慢一点 谢谢 我刚听说 这种病传染得很快 咱们镇上 已经很多人发病了 这还用书吗 你看医院 这么多病人呢 是啊 这可怎么办呢 哎呦 咱们镇上 到底招惹什么了 怎么会有这种报应 哎呦 老天爷 求求你 保佑保佑我们吧 哎 还记得 中原普渡的大败卖吗 记得啊 怎么了 怎么了 那是金山博主办的 今年的拜拜 还特别热闹啊 是啊 那你们还记得 是谁办的观世音菩萨 记得 谁啊 是陈家的大小姐 对 就是她 哎 你是说 你们想想 咱们镇上一向风平浪静 自从她一办了观世音菩萨 就有了这么多人生病 是啊 就是她害的 对呀 这个段长 就是她 看这够毒的 是啊 各位 就是她 你们的猜测 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啊 哎 这样 这样 对陈家大小姐 不太公平啊 哎 无穷关你什么事 别狗男后子杜广先生 这病人就是证据嘛 不是 可恶可恶 陈家大小姐害死人了 是啊 是她害的 今天到陈家找到平里去 应该到她家平里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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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他 找他 走 走 走 大小 你们别去啊 走 走啊 不要去 找他平里去 别去 快走啊 玉霏 玉霏 七九公 出什么事了 赶快 赶快让顺英离开这里 随便到什么地方躲一躲 为什么呀 别问了 再问就来不及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 哎呀 都怪我都怪我呀 我千不该万不该 我应该阻止顺英去办什么 观世音菩萨 七九公 你别怪玩墨角的 真是击死人了 现在镇上啊 有很多人发冷发热 打摆子 他们都说 就是因为顺英 办什么观世音菩萨 惹的祸呀 这是谁在胡说八道 我去找他们理论去 别去 去也没有用 他们马上就要闯上门了 真的吗 这种事情我能开玩笑吗 这外事都得讲一个理字啊 什么事情也得讲道理嘛 是啊 身保病死总是难免的 干嘛跪在顺英的头上 这也太不讲道理了 他们要是讲道理 就不会清晰谣言了吗 现在金山已经劝不住他们了 赶快 赶快让顺英离开 躲一躲呀 干嘛要躲呀 傻孩子 你想让顺英当众受侮辱受委屈吗 他们找不着人 自然就闹不出什么大事情来吗 可是顺英一个女孩子架 她能躲到哪儿去 哎呀 福财这会儿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一会一会 你先别慌 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啊 那 去 通知顺英 让她躲在房间里 千万别出来 啊 赶赶赶赶快 快去 夫人 夫人放好了 顺英小姐一个人出去了 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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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出去 顺英 刚才七舅公说的话 我全都听见了 哎呀 你听见了还跑出去 赶快进屋躲一躲呀 是啊 快走啊 不 我又没做错什么 我为什么要躲 为什么要藏 顺英 你别扭了 那些人在气头上不讲理的 慧宜 上有天下有地 我们陈家女儿面对谣言 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勇敢地站出来面对一切呀 开门 开门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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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乡亲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金山谱 你来说 你说 快说 这是 是这样子的 我们 我 不 是他 说 你不说 你还说 我今天是来欺谋并邪的 对 驱魔避邪 对 驱魔避邪 应该到庙里面去吗 对 对 有什么事情到庙里面说吗 七九公 你可是镇上的镇长不是陈家的镇长 你可要主持公道 要是得罪了大家 对你也没什么好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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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亲人都生病了 我们要为他们取鞋 别 大家别这样 生病住到医院去看医生 跑到陈家来做什么 医院我们会去的 庙里我们也会去的 可是我们得先吃了你们陈家的鞋 别跟他们啰嗦了 快贴福纸 驱风避邪 大家别扔 别扔 不要扔 不要扔 大家不要扔 大家不要扔 别扔 不要扔